聽到缺電問題 遠東集團的董事長徐旭東 開口就是向政府要電 要把再公墓種電 再公墓用太陽的 我們什麼電都要 要用核電 然後以後夠電了 再關掉也可以 對吧 但是在不夠的時候一定要 就怕持續缺電 工廠生產線開不出來 新的工廠得跟台灣說拜拜 尤其過去五六月 才會出現的供電 倍轉容量率跌破6% 今年三月就出現 要是停電一分鐘 台積電恐怕就會損失 八十一億元的營業額 難怪現在只要有電 就算是在公墓種電 企業大佬也直叫好 只不過政府要帶頭拼太陽能 太陽能產業卻已經臉色一片白 太陽能產業在兩千零五年到兩千零八年 還是當紅炸子機 現在卻是慘兮兮 預金十年前股價三百五十三元 二零一八年剩下十三塊左右 一通也一樣七百一十四元 剩下四塊錢 貿敵九百八十五變成十一元 達能從六十八點九元 剩下四點八元 怎麼會這麼慘 產業變成產業就盼蔡政府帶頭拼綠電 得把企業困境都考慮進去 記者綠宏吳清穎台北報導 達到